白色格子衬衫套着黑色背心 脸颊销售 又有一位台湾人 在央视台谍专题节目中被自白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容许 有人在主张分裂国土 我是明白的 对 那我知道是说 我做这个事情 对中国大陆是有伤害 同样的7点40分 同样是央视新闻频道 焦点访谈节目 即李孟军被道歉的隔天 郑宇清也在央视中成了台湾间谍 2019年4月 他因涉嫌间谍罪 在进入大陆的时候 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 央视节目声称 郑宇清曾担任民进党前主席 卓榮泰的助理 2004年认识台北驻捷克代表处代表 李云鹏展开情报工作 结识了吕佳佳和投志真 还在捷克查理大学 成立中欧政治经济研究所 持续搜集资料 有所长这个头衔 对我来讲 我能够参加更多的国际组织会议 对我收集是有方便的 央视以学诊的特殊任务 为题大作文章 指称民进党政府利用学者 在国际上抹黑中国 讲得会声会影 但实际查证 就发现央视的报导 无中生有 陆委会也再度回应 中国恫吓台湾人民的手法令人不耻 中共一再恶意政治炒作 假借国安借口打压台湾交流人士 并诬陷我方从事间谍行为 刻意破坏两岸关系 目前郑宇清被羁押何处不得而知 中国一系列操作台谍案 恐怕只是沦为统战的样板系码 杉丽新闻赖玉宏报导